然而媳妇轮流侍寝的史上最流氓皇帝,他选拔太子的原则居然是看儿媳妇的姿色,自古英雄爱美人,但皇帝爱美人还得爱江山,但也有皇帝为了美人,断送江山,人们所熟悉的只为美人一笑,不惜风火戏诸侯,最后惨遭江山被他人所得的周幽王,但今天要说的不仅是爱美人,更是不守君臣父子之道夺子所爱极其荒谬,断送性命的皇帝,成为古代公认最荒唐的皇帝。 接下来跟着史约馆订阅一下,带您了解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,朱温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一位传奇人物,据说他出生时所居卢社之上,质气上腾在他的房屋上空,洪光瑞现光彩夺目,左邻右舍都以为他家着火了都来援救,结果到了朱家门口,却什么也没发现,只是这朱家的小儿子朱温降生了,于是大家都说这个孩子出生天生异象,将来一定能够名满天下,大有作为。 有一年夏天,朱温在张全义家避暑,张全义的老婆,处事生得美丽,而且还很有才华,朱温初见处事,便被其美丽的外表和才华打动,于是朱温就有了一种想霸占人家妻子的冲动,起初朱温并没有明目张胆地表现出来。 毕竟自己现在是一国之君,还是要有君子风范的,但是,处事实在是太动人,朱温一见到他根本把持不住,终于有一天,朱温趁张全义有事外出,悄悄找机会溜进了处事的房间,强行和处事发生了关系。 处事也是个贞洁猎女,怎么能受得了这样的侮辱,本想要自寻短见,但是却被朱温拦下,并威胁他说他要是死了,张家全家都要跟着遭殃,朱温毕竟是皇帝,他说得出那一定做得到,于是迫于无奈处事只好忍气吞声的狗言残喘下去,之后只要张全义不在家。 朱温便会溜到处事的房间和他发生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,不久,处事已经不能满足朱温的要求了,于是他又将罪恶的双手伸向了张全义的儿媳妇身上。 同样的作案方式,同样的威胁手段,张全义的几个儿媳妇也被朱温给无情糟蹋了,但是儿媳妇却将这件事告诉了张全义的儿子们,得知这件事情的张氏兄弟如晴天霹雳,当即就拿着刀准备去结束了朱温的性命,但是却被张全义拦了下来, 他告诉儿子们,朱温现在是一国之君,手握重兵。 我们无权无视,要想和他拼命,那不是以卵基石吗? 在张全义家居住的那段时间,张家上下的女眷差不多被朱温睡了的遍。 可能是由于朱温纵情声色过度,他的身体很快就吃不消了,重病缠身。 儿子们为了得到皇位,建立战功是一条路,也是有捷径可以走的,关键就得看他的儿媳妇是否愿意牺牲了。 由于儿子们常年在外带兵,朱温就将自己的儿媳妇照进宫中服侍自己,而媳妇也自然知道,只要把公共服侍好了,自己的丈夫夺得皇位的机会就大一分。 而朱温的儿子们只顾夺取皇位,哪里还顾得上什么伦理道德,于是也纷纷接受。 于是一幕幕不伦之恋,就这样在朱温的后宫上演,朱温本就好色,架上儿媳妇们有意无意地引诱和试探,于是自己的儿媳妇就这样纷纷成了自己的媳妇。 而在这其中,朱温养子朱友文的妻子王氏因其长相甜美又温柔可人,深得朱温宠幸,在得到朱温的肯定之后,王氏就开始为他真正的丈夫说话。 而此时的朱温早就醉倒在自己儿媳妇的温柔乡中,被王氏迷得神魂颠倒。 服服帖帖,哪里还会去考虑别的儿子,就连亲儿子也被他放弃了。 在王氏的美色,每次诱惑和苦口婆心下,朱温决定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养子朱友文。 当时朱友文并不在都城之内,朱温就将传国玉玺交给王氏,让他将朱友文召回来,继承大统。 但是这件事情被同样不是朱温的张氏知道了,同样都把身体献给了好似如命的公公,凭什么要把皇位传给朱友文呢? 更何况,朱友文还不是朱温的亲生儿子,于是张氏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自己的丈夫朱友规。 朱友规穿着平常百姓的衣服,混进了朱温的御林军左龙虎军里,他找到寒情冷笑道, 我那个父亲又偏心又霸占我老婆太久,他也该死了。 说服统军大将后,五百军士浩浩荡荡冲向朱温的寝殿,工人们吓得四散喊叫逃命,惊醒了朱温。 他大声问道造反的人是谁,不是别人,是我,朱友规冷笑着回答, 我早就怀疑你,恨没有早点杀了你,你敢杀父篡位,老天爷会放过你吗? 朱温历声大喝,期望可以震慑朱友规。 然而此时的朱友规已再无回头的理由。 命令手下抽刀就砍,朱温没抵抗几下,就被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了。 呸,老鬼,我媳妇都来服侍你了,竟然还要立那个野种当太子。 朱友规看着父亲的尸体恨恨地骂了一句,随后让人用蚊帐把朱温包起来, 随意埋在了井宫地下,一带枭雄,纵横世间三十余年的朱温就这么屈辱地死了。 直到朱友规清理了自己的对手,坐稳了皇位,才将其父朱温的尸体在轩灵下葬。 于是朱温就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。 朱温这个人,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还是相当有能耐的。 他是皇朝起义出身,成为一方领军大将后,先后攻陷了洛阳, 长安这些战略重地,给大唐造成了很大的冲击。 后来,大唐把他给招安后,封为节度使。 节度使这个职位,简单来说,就是中央没钱养地方军队, 给了节度使,招兵买马收税的权利。 这也是唐朝的节度使,实质上是割据军阀的主要原因。 朱温的势力在其中算是一流的,朱温率军入关,埋葬了大唐。 他先让自己的儿子当皇帝,而后又缠让给自己,改国号为大梁, 自称为皇帝,走上了人生巅峰。 可以说,朱温是一步一个血脚印地走上皇位的。 为了当皇帝,他杀害了唐王朝两位皇帝,九位皇子,以及一位太后,众多嫔妃, 还有无数阻碍他称帝的唐朝大臣。 当初为了把唐朝宗劫持到洛阳,就诛杀了丞相崔印, 荆兆尹,郑元归等人。 后来在华州的时候,朱温在白马一连国端,一次性杀了唐朝臣三十多人。 除了杀人,朱温的另一大爱好就是纵情生涩, 但他的性癖好有些变态, 他和他所有的儿媳妇都有不伦的关系。 朱温有七个儿子,四个养子,更为奇葩的事。 朱温的那些儿子们都主动将自己的老婆洗干净装扮好献给朱温, 希望以此讨好朱温,取得太子之位。 朱温的结发妻子出身大户人家, 而且朱温的这位夫人各方面都很出色, 朱温对这个妻子也是要畏惧几分, 张氏在很多问题上的眼光要比朱温还强, 因为朱温这个人非常多疑, 在很多事情上需要张氏周旋, 久而久之张氏也成了朱温最好的拍档, 不仅如此,张氏对朱温管得也很严, 在张氏活着的时候朱温只有这一个妻子, 丝毫都不敢搞出桃色新闻。 此时的朱温,如果能历经图治料理民生的话, 百姓和众臣也不会吝啬夸奖, 不知道是因为张氏家娇言还是育父有数, 总之在张氏在世的时候, 朱温并没有显示出他的好色, 在张氏死后朱温一下子就变了个样子, 十分的荒淫无道, 朱温却在他的原配媳妇死后, 好似解开了枫叶,彻底地放飞自我。 由于朱温的养子朱有文老婆王氏的长得最漂亮, 技术又非常的专业, 把朱温伺候得云里雾里, 因此朱温居然就决定把皇位传级养子朱有文, 打算立他为太子。 而这件事被另一个儿媳妇, 朱温的次子朱有龟的老婆张氏在枕边探听道, 回家就告诉了老公, 朱有龟正好任控贺都指挥使, 控贺都负责皇宫的警卫工作, 朱有龟一不做二不休,发动宫廷政变, 宰了他老爹朱温。 韩晴见功臣速将多疑小过错被朱温诛杀, 一直担心祸及自己, 遂决定与朱有龟合谋, 韩晴是先派五百亲信衙兵悄悄埋伏于进宫附近, 半夜突然斩门而入, 直入朱温寝殿, 皇宫内太监宫女们惊恐不已, 无不四散逃生, 朱温被惊醒后立即被儿子朱有龟的亲信冯廷恶一刀杀死。 他肯定没有料到, 自己一生杀人无数, 想不到最后却被自己的儿子所杀, 一生贪瘾好色, 最终却因女人结束了一生。 在《无下燕连》中流血, 翁丝其喜, 俗称爬灰和喜欢人妻的曹操不一样, 后梁皇帝朱温据说就是一个有特殊癖好的皇帝, 此人非常好色, 而且对自己的儿媳妇都行过这样不轨的举动, 甚至他还有一个名号叫爬灰皇帝, 著名历史学家白寿仪评价朱温, 朱温之间子父北魏张作, 其叔母马氏吉古姊妹兄弟之子皆淫之, 蒙训子穆坚淫起早礼氏兄弟三人转臂之吾乎, 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兮。 和最后一日读决方便习近访 这是CELLIVE的唯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